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好 我是學妹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一些 精品咖啡的知識以及一些開箱 所以如果你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下一次的推播囉 今天又請到學妹了 覺得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的最佳角色就是 就什麼都不會 咖啡小白 答對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就是 菲利普最新的SEACO的 半自動的義式咖啡機 就是這一台 你看這個 跟你之前看過義式咖啡機 不太一樣嘛對不對 很小巧 而且整台就這樣子耶 你可以環抱它 對 非常小巧 因為它的尺寸小嘛 然後又造型很符合居家史上 所以呢這個系列其實是非常紅的一個系列 它流線蠻簡單的 對 然後也蠻好看的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個小白的話 我們如何使用它 然後可以做出一個什麼樣的咖啡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直接從開機開始好不好 好 台積劍是這個 按下去就放開好了 嗯 對 OK好 你看到四個鍵都發亮 代表說是 它就是已經ready了 那因為我們剛剛先開過機嘛 那它平常是40秒 就可以開始 使用 40秒算快還滿 40秒當然算很快 如果是那種商用的義式機 你開完機可能要10分鐘 因為它是有鍋爐的 那這種機器它是沒有鍋爐的 它就是加熱片 所以它是大概40秒左右 就可以開始使用 OK 所以是比較適合這種 那是很方便的 晚起的 晚起 就是阿美亞睡到8點50才要上班的那種 不會 我會早點吃 OK 就是很快就可以使用啦 所以這方便是蠻方便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使用 那可以看到這邊有 一倍兩倍跟蒸氣 蒸氣功能還滿好的 所以我們待會就直接來 一樣也可以打那一口 可以打那一口 OK 我們就直接來使用一次打打 好 那我們先這個是它的 它的 對 把手 然後呢 它有附一個湯匙 這種豆豉 那我們今天就模擬一下 就是一個小白狀態 反正你就是真的小白嗎 不是 OK 所以我們用兩匙 兩個湯匙 用這個湯匙 用湯匙就可以了 好 有個粉杯 我還準備了一個粉杯 超貼心的 唉唷 剛好我就也穿黑色的 我是一組的 OK OK 好 那你可以咬豆子了 那豆子我們用那個 中生培的豆子 比較適合 因為它的機器是比較 小家庭式的 所以你用比較 中生培的豆子比較好 對 好 下去 所以不用那個磅秤 我們就講 你現在是小白 你哪有磅秤咧 對不對 對 它一瓶大概就像你剛剛這樣咬的 一瓶匙大概是8克 所以你可以一瓶 這樣多一點點 可以嗎 這樣下去 大約就是16克17克 就剛剛好 好 所以兩個 兩瓶 好 拿去磨吧 去磨吧 對 粉磨好了 來 直接來填粉 好 倒著 然後稍微 多搖一下 讓粉 全部的落在我的 這個粉杯裡面 多敲幾下 沒關係 好 OK 慢慢的把我們的那個 可以可以 謝謝 夠了 很棒很棒 好 慢慢的把它拿起來 它的粉就會落得比較漂亮 OK 然後呢 把我們的粉全部的都塞到我的粉杯裡面 可以稍微輕拍 對 輕拍我的粉杯 讓它自己順順的往下落 嗯 首先稍微 對 步一下 稍微步一下 果然是個初學者 他們都沒Re過 怎樣 怎樣 我怎麼了 很好很好 挺好的挺好的 好 然後挺到差不多平的時候 就拿我們的 這個 湯匙的另外一頭 對 好 來 往下壓 好 你可以把手放在這個位置 嗯 然後用力往下壓 就會比較平 你舒服就好 對 因為覺得說它的 差不多到極限了 對 這樣很好 好 好 拿起來 好 把我邊邊的這個粉 稍微剝掉一下 對 把它剝掉 好 完成了對不對 對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 建議事項 你先放下面 好 對 那我們先放一點水 放點水 先放點水 好 按一倍 先放點水 因為 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做 義式的時候 我們這種比較小心的機器 嗯 不知道前之前 放了多久 所以要水溫 我們盡量先放點水 它的水溫就會拉到 最高的溫度 這樣我們萃取起來的 穩定度會比較好 成功率就會變高 了解 好 用完的話 把水倒掉 水倒掉 然後呢 撒把手 來囉 撒把手 對的 好 手扶一下 很好上耶 很好上喔 還滿好上 對到了嗎 對到了 然後按背的部分 背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我們看一下這個表 它剛開始會突然跳一下 這個東西叫浴鏡 就是我先放一點點水 給粉 然後它接下來可以看 它的表是不是在往上爬 嗯 然後呢 紅色 壓力大了一點點 稍微大了一點點 可以看到我們的濃縮還是很稠的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粉再少一點點 嗯 或者是我們可以粉再粗一點點 粗一點點 OK好 我們看到它 標已經標到紅色了 嗯 代表說我們這一把呢 我們的粉用得太細了 嗯 我們就可以稍微調粗一點點 嗯 好不好 然後呢 當我們的 濃縮的這個表 到這個位置 紅色的下面 這個中間安全值的時候 就是比較好的狀態 才是及格 比較及格 我現在失敗了嗎 對 第一次我們算練習 好不好 OK 那我們再一次 OK 現在第二次嘛 對 我們磨出了一點點 嗯 磨出一格 對 OK 好 那我們再來做第二次 剛剛是壓力比較大 你先做 你邊做邊做 好 好 來 翻過來 所以如果你在做的過程中 可能你剛買的時候 會有個幾次 你要測一下你的顏色度 如果它超過了紅色的區域 就要磨出一點 如果它連那個 咖啡色區都沒到的話 那你就要再磨細一點點 所以可能會有個 幾次吧 可能半磅都可以搞定 好 對 所以慢一點 拉的時候慢一點 OK 沒關係 把我們的粉填進去 OK 很好 一樣填壓 做一下填壓的動作 可以這樣就可以了 很好 這樣就好 欸 平了 平 好 一樣放水 不要忘記 直接稍微放下水 放水 好 放水的動作也是順便洗一下的沖煮頭 那可能上次做的時候 多少少會有一點沾粉 這樣會比較乾淨 二回站 好 好 這樣吧 這樣把它走 OK 好 按吧 看一下喔 我們順便邊看濃縮 然後邊看一下表 對 它剛開始會有一個預浸的動作 然後預浸完後 或過幾秒後 才開始進行萃取 欸 可以看到這次的 粗濃縮是不是很順暢 然後我的 現在的壓力值呢 就是在安全值的中間 就看到 有幾個了 濃縮就會比較漂亮 就會出現Cream 對好 所以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有點觀念 OK OK 完成 好 看一下喔 不錯 有看到喔 嗯 最後一層Cream 這個Cream 就說實在就還不錯了 是不是 非常好 OK 小白兩次就過了 OK 那接下來我們做完了那個 萃取 我們要打奶泡 好不好 那打奶泡的時候呢 我們先要按一下那個 蒸汽一鍵 按下去 按下去就好了 然後它會 等一下下 它會閃爍 閃爍完喔 大概過十秒左右 它就不閃爍的時候呢 就代表 可以用 喔 這麼快 對 它不閃爍對不對 根本不到十秒 它就是會有一個轉換的過程 嗯 來 先裝牛奶 來 鋼杯給你 上面有 有線喔 你可以看一下 100到150 這第一條線是120 OK 好 可以 然後呢 我們在做之前呢 我們要稍微放一下水 OK 所以呢 待會這個 這邊有一個那個 旋鈕 一旋開 它就會開始打 打蒸汽 但是呢前面會有一點點水 嗯 所以我們可以拿一個小杯子 你先放下去 然後把它轉開 它會開始放水 對 要轉到最底 水放完以後 接下來就是出蒸汽了 對齁 OK 出蒸汽了 可以關掉 好 所以剛開始會有一個 五秒鐘左右 把水放掉 OK 已經開始打了 好 我們打咧 OK 好 放進去 好 開 好 準備 對 往下一點 OK 很好 再往下一點 對 很好 對 這個位置 再一點點 慢慢的 它越膨脹 很好 你打得超棒 對 就是這樣 好 對 很細 再高一點點 對 讓它翻角 可以看到 變得很有光澤感 好 我幫你摸一下 好 好 差不多了 可以再一下下 好 關 非常棒 好 把它拿出來 好 稍微搖晃一下 OK 然後稍微敲一下 OK 非常好 有光澤感對不對 你剛剛脆的濃縮 OK 來 這個放下 不要力量 好 倒 OK 好 來 這個 你先倒掉一點點奶泡好了 OK 倒掉 最上面的一點點倒掉 倒掉 OK 好 不要 OK 好 搖晃一下 用力用力 好 綿密 來 倒 倒 你先倒一半嘛 不要緊張 你先 往中間倒 OK 好 往下倒 到一半 先沒關係 好 先休息一下 搖晃一下這個 搖晃一下 讓它整個均勻 用力搖 好緊張 用力搖 不要緊張 好 還沒有 這樣 搖到 它會變成 牛奶跟咖啡會混合成 一個顏色 就是不是分成的 可以看到嗎 顏色是不是混合在一起了 有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就是很均勻了 OK 好 拿著 好 然後我們就不要拉花了 好不好 正中間 對好 拉好 好 這樣 中間 一口氣倒 一口氣倒 用力倒 奶泡 倒出來 倒出來 OK 好 再多一點 沒關係 好 收 OK 先放下 先放下 你怎麼感覺要流汗 我 我比你還緊張好不好 來 好 灑 灑滿 灑滿 用開的也沒關係都可以 灑滿好不好 今天做黑糖拿鐵 這個黑糖就是要越多越好喝 灑滿 沒關係 對 對 再多再多再多 多了 不夠多 就是要灑滿 蓋子掉下了 沒關係 灑滿灑滿 OK 舒服 OK 拿起來 拿起來 黑糖拿鐵 黑糖拿鐵是不是 漂亮的分層 然後下面是不是均勻的混合 雖然拉花很難看 但是 撲了黑糖以後就看不出來 沒有在講究拉花的 來喝一口吧 喝深一點點後喝到咖啡的部分 是不是 嗯 自己做的 嗯 這是很沒啊的飲料 哈哈哈哈 是我的 我的菜 你的菜對不對 其實居家能夠做出這樣的等級 就很不錯了 嗯 對不對 好喝 可以齁 我的菜 你要喝幹嘛 我喝一口 那我們待會還要再做兩杯 所以 我還要再做一個是 就是 肉桂粉的卡布 加肉桂粉 就是奧式的卡布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 我們還要做一個有加巧克力醬的 我喜歡巧克力 剛剛那個 萃取的跟打奶包的動作都是一樣 但是就是我們後面加的配料不太一樣 OK 好 我們先做卡布吧 好 這是剛剛萃好的模作 放進去 組合的部分一樣 就是 拿起來 好 可以可以 倒進去 OK好 先搖晃一下 搖晃一下 好 讓它均勻的 沒關係 好 好 讓它均勻的 來 轉進來 靠近一點 好 倒 整個下去 整個下去 OK 好 奶泡出來了 OK 好 沒關係 雖然奶泡有一點稀薄 慢慢練 OK 好 最後呢 灑肉類粉 看你灑多少 不用像黑糖那麼多 很嗆 就是 很好 很好看 灑中間一點 OK 再均勻一點 OK 可以了 挺好看的 好 喝喝看 這個很傲視的做法 其實雖然奶泡不好看嘛 對不對 肉類粉灑上去也是還蠻可愛的 好喝 這就沒有那麼甜 喝起來比較 大人的味道 的大人的味道 那最後我們再來做一個那個 巧克力系統 好不好 你可以先加一點巧克力加 加在下面嗎 加在下面 對 可以畫畫嗎 你要畫畫也行 但是 對 你要掛 掛臂也行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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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美啊 好 好 然後呢 剛剛萃取好了濃縮 好 放進去 直接下去就好了 好 好 再多一點沒關係 再多一點 OK 好 搖晃一下 稍微搖晃一下 讓我們的咖啡跟牛奶有個混合 喝起來比較不會分成 很好 這次總是會搖晃 不要再三杯了 很好 來 一樣 好 傾斜一點點 好 往裡面倒 中間倒 正中間 好 很好 用力倒 很好 終於啊 到了這麼多杯 OK 總算這一次的語言比較漂亮了 好 再來 用力全部下去 是不是這次很可愛 很可愛 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呢巧克力醬 表層 來 可以做那個 這樣子 然後再 OK 換面 對 我不知道怎麼說 OK 這也太多了 夠了 收 喔 Sorry Sorry 不會不會 OK 這蠻可愛的 很好喝 我看到後面 上面成厚厚的奶泡 然後呢 它的咖啡融合得非常的好 喔 還不錯齁 來喝喝看 喝喝喝喝喝 這次奶泡打得更好 它的厚度比較厚 所以效果真的是比較好 是不是 今天學三杯 對 好簡單 就是這個有變化蠻有趣的 而且它蠻簡單的 按你幾個鍵 對 但是你填 好不容易填分填出來啦 失敗一次 第二次成功 我很努力了 我是學習生 OK 但是呢那個 除了 我們剛剛做的是 畫意識嘛 對不對 我們還要 教學妹一個 新的做法 這個你應該沒有玩過 你叫低壓萃取 低壓萃取 我們剛剛是不是都用一倍嘛 我們剛剛都是用一倍 對 然後呢我們現在 待會我們要用兩倍 對 那兩倍的水量就很多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而且我們剛剛都是用那個 深烘焙的意思懂 對 那有些人就覺得說 我想要喝喝看那個 淺烘焙的行不行 對 像我們之前上手沖 或是在做淺烘焙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水果味道 那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用淺烘焙的話 我們就不要用 那個濃縮的概念 我們用濃縮的壓力比較大 我們用低壓的概念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研磨度 調的比較粗 很粗的情況之下 我的壓力是不是就會 很快速的衝出來 對 那我的水量就會很多 對 但是因為我水量多 然後我研磨度有粉 又比較粗 所以呢我出來的 咖啡是不是就很 比較淡 但是我就可以做很大一杯 它就比較接近 像美式咖啡 或者是像手沖的濃度 這樣理解嗎 所以是按一鍵就可以結束 其實它只有調研磨度而已 就是你就是把研磨度調 好 粗一點點 然後其他動作其實都一樣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實驗吧 好 翻 好 慢慢的 你開始可以吧 OK 很好 OK 非常好 總算越來越進步了 來 稍微輕輕拍就可以了 輕輕拍 對 一樣讓它平 很好 輕輕壓 輕輕壓就行了 因為它本來研磨度就是比較粗了一點 好 上把手 OK 好 然後要用一個比較大的容器 OK 來一個 至少要100cc 然後呢 這個是Double 所以它的水量大概100多 所以你直接按按下去 然後可以看到待會它的那個 這個壓力表是很低的 但是因為我們研磨度很粗嘛 所以它就等於算是 低壓萃取 可以看出水出得很快 然後壓力表是不是在低壓的位置 對 對喔 但它的整個杯量就很大杯 對喔 那就有點像是直接 用義式雞脆美式咖啡 或脆爽爽的咖啡這樣 對 就不要管它 讓它盡情的脆 其實就很像濃縮 再去補水啦 對 但是它就是等於說 一口氣幫你 就直接做完了 那 很特別適合做那個單品 因為單品豆呢 用這個方法來做 就喝起來會覺得 很有那個 這些單品的地序風味 可以看 脆出來 是不是剛好一百多 一百出頭 OK 我們剛剛脆大概才三四十 對 現在脆一百多 上面會有一點點油脂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 它就是有點像是美式咖啡 但是就是 做腸脆的做法 感聞到那個花香味對不對 很好喝耶 它的濃度是比濃縮低很多 但是它卻是 像美式咖啡 它比美式咖啡還濃一點 對 它可以再加一點點的水 就很香耶 對 就很像那個 單品咖啡該有的佛羅 對 所以這種方法 如果你 怕喝濃縮會 覺得太濃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做低壓萃取 其實很簡單就很好喝 OK 那我們剛剛完成了兩種 一個是義式 就是有加奶的 對 我們做了黑糖 巧克力 跟 肉桂粉 肉桂粉 就蠻簡單的 就是 然後剛剛第二把我們做那個 滴壓 美式 都蠻好喝 可以對單品都特別好 對 所以就是 其實這一台小小的 就是能量還是蠻強的 只是說你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個 找我來 調教一下 正確正確來調教一下 你弄懂它的邏輯 弄懂它的淹沒度 之後就很方便了 就不用一直調 就剛開始需要學習一下 那其實它的基因就是這樣 它就是設計成小家庭 還有個人第一台義式機的話 真的是一個很高CP值的一台 而且價錢真的超級甜的 真的很小的 對 目前現在也在 募資平台 大概有一個五千出頭的價位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覺得想要搶這個超早鳥的話 也可以關注一下 或是去看一下學長的資訊欄 裡面會有詳細的資訊 讓大家趕快去搶吧 嗯 OK齁 好 那我們今天關於 SEACO的義式半自動的咖啡機 就收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